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的漫游在别处 今天是平安夜 我们又来到了阿尔家维 跟着我的镜头 一起去享受一下 这里圣诞的烈日吧 冬日的阿尔家维艳阳高照 完全感觉不到 如果我们气候应该带来的英语 没有冰雪的圣诞节 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可是也能得到 不一样的圣诞体验 这次我们准备 由三个比较有名的旅游村 给圣诞加点料 第一村我们来到了火料 村子的面积很小 但是设施还算齐全 很显然这里是为游客精心设计的 冬冒市场里已经没了什么探索 对于平安夜 还想着做生意的菩提阿人 我只想对你们说 你们对生活的追求 已经远超平均水平了 虽然是大通天 海景在阳光下依旧美丽 即使这里是有名的旅游村 但是还是逃不脱 葡萄牙车车的宿命破旧 走到哪里都感觉这里马上就要破产了 果然穷国家没有太多的余钱来搞建设呀 细细拉拉的一些圣诞装饰在告诉游客 我们即使破产了 也要勒紧腰带过个好年 在你的蒲餐还算可以 没有吃住那种对游客敷衍的态度 海鲜饭一般都不会踩雷 但是鱼的话要多加注意 选择错误的烹饪方式 口味可能会非常感人 coco妹对各种土豆正是爱不失手 对于我们这种顶级吃货来说 吃完后再带一下回去当小吃 才是正确的操作 其实在游客区的海鲜超市 价格都非常的公道 接下来我们来到法鲁 这里是阿尔加尾的首府 也是葡萄牙的第三大城市 但是在我大天朝人民的眼里 这里只能算村了 可能今天是平阳夜 大家都不回家吃年夜饭了 路上没几个行人 然而大家对圣诞的热情 还是可以充分地体会到 在路上我们遇到了几颗非常漂亮的橘子树 这必须得品尝一下才对得起圣诞这盛大的节日 真的了耶 挺香挺香的 我真的不騙你們 這個香味是挺香的 可以放在屋裡去 表演是橘子 不在意 然而這橘子的味道 我想Coco的表情已經給了我們答案 太酸爽了 水分充足 但是確實很爽 這是一顆顆中炭浮動物的東西 你不明白這麼黃 這麼好看 顏色這麼高 怎麼就沒有一點內在呢 我也沒太理解 這小姑娘對著橘子的內在 有多少期待 既然是平安夜 大家都回家團聚了 街上並沒有太多的人氣 我們只能買買冠冠 然後回酒店 某些好看的罐頭們 他們的價格已經賣出了天際 第三端 我們來到了稍微內陸一點的旅遊村 Seal Bus 這個小村打造的還不錯 但是不知道是因為節日還是疫情的原因 這裡的店面基本都沒有開 美中不足 哎呀 這大冬天的連燒烤店都沒有開 小姑娘感覺很失望呀 哈哈哈哈 最好看的景點 山頂城堡也沒有開放 我只能說這個聖誕不完美 我只能說這個聖誕不完美 村子裡的公園被鑽石的可群可點 但是我怎麼看 怎麼覺得這聖誕鑽石有點詭異 這個村裡的村民品味可能還真有點獨特 不過小孩子們還挺喜歡的 好吧 你們開心就行 我準備吃點壽司回家了 在海外聖誕節夜的華人倉碗 一定是我們可以依賴的地方 呵呵 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 感謝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歡我的視頻 請添加關注一鍵三連 我們下期再見